燕麥沐浴露 它也很適合如果你很怕冷啊 然後呢在冬天會洗很熱的水 然後會洗到你的肌膚乾癢的話 那你一定要用這一塊喔 你看看它的慕斯是不是很綿密 因為它用的就是燕麥油 因為燕麥油其實它是最貼近我們肌膚裡頭的這些成分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輕膚的 它的泡泡很密喔 洗完的時候你真的可以感覺到身體就是有保濕的感覺 然後不會崩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可以提升你的肌膚的防禦力 其實只要你飽水啦 然後水分不要流失太快 基本上你的肌膚的防護就會做到 你知道在古埃及啊 那一些宴后啊 其實那些後宮嫔妃們 他們都是用燕麥來洗澡 用燕麥來沐浴的 然後這一瓶呢 如果你平常是很容易乾癢啊 然後或者是你冬天會洗很熱的水啊 其實呢都很適合用這一瓶 燕麥胺基酸 對而且我覺得它是像小朋友 我會相對會更推薦是因為它很好沖洗 而且洗完也不會有就是那個滑滑的感覺 所以像小朋友的話 如果你現在是要讓他自己練習洗澡 這一罐也很棒喔 而且它擠出來就是慕斯麗 你這樣小孩會很認真洗澡的 耶~~